韩雪是娱乐圈的一股心流,被称为娱乐圈唯一一个没有绯闻,不炒作,底子干净的明星。 据说韩雪是红三代,家里有权有势,也难怪能够在娱乐圈中洁身字号,就韩雪这个背景,哪个不怕死的敢去前规则他,怕是现在的娱乐圈,连个敢唱破韩雪拍温戏的导演都没有。 这天,韩雪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的旅游照,韩雪在某个知名景点面前,穿一身优雅大气的装扮,手里拿着自拍杆,十分的时尚靓丽。 韩雪本来就是一个高个子美女,戴着帽子与墨镜,得他尽显时尚气息,上衣戏了一下,更是显露出自己与众不同穿搭风格,还略微戴点皮。 没办法,韩雪本人长得好看,怎么穿衣服都时尚,怎么摆post都显得十分俏皮可爱,看到这么清纯洋溢的韩雪。 你能想象到他今年已经35岁了吗?在韩雪的自拍照中,有细心的网友发现,韩雪的手中握着一个小玩意儿,照片放大之后看却被吓了一跳。 这难道是远程遥控器?果然还大气粗的人自拍都比别人高端,冯田墨镇流的女主播自拍,还没有脱离自拍感,韩雪这边已经涌上远程遥控了,果然有钱是可以为所欲为的。 果然贫穷是可以限制想象力的。